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我是Tricia 多蒙特險勝不來媒 星期三凌晨,德甲大開快車 其中多蒙特作客挑戰雲達不來媒 正所謂新冠上任三把火 剛經歷了半歲的多蒙特 今將派出了16歲的莫高高做正選 比賽12分鐘 拉菲爾古魯理就為多蒙特先拔頭籌 其運莫華特的入球幫助了不來媒攀平比分 在下半場馬高雷斯射入致勝一球 幫助多蒙特最終以2比1擊敗雲達不來媒 比賽開始初段 不來媒有很多攻勢都未成功 在12分鐘反而被多蒙特打破場上僵局 積頓新組開出前場罰球給禁區後 又被頂出 隨後,積頓新組和比林涵打出了一個 漂亮的精彩配合 積頓新組在禁區右側得了一個球後 便撩射被擋出 隨後門前的拉菲爾古魯理 捉住了機會保射入門 在此時,多蒙特領先1比0 至17分鐘,多蒙特前場發動反擊 基奧雲尼雷娜在大禁區前低射被化解 至29分鐘,亞簡戰後場出現失誤 斯娜絲爾在右路踢了一個斜傳轉移 禁區右側的艾格斯迪恩將個球回傳 接著在後面的奇魂莫華特兜射入球 在此時,雲達不來媒攀平比數1比1 到了32分鐘 馬圖摩尼踢出一球兜傳轉移 禁區右側突破插上的比林涵踢出橫傳 後點保防的基斯迪恩高斯一腳解圍 擺烏龍踢到自己的門柱 在41分鐘 馬高雷斯開出前場左路罰球給到禁區 門前亞簡戰的戰射被帕倫卡撲出 雙半場打完,雙方暫時比數1比1 換邊後50分鐘 馬高雷斯右路大球突破插上後傳中 門前的莫高高戰射把球打了出去 在53分鐘 斯拉斯爾門前投射攻門就頂得太棒了 那球被阿努貝基捉到拾一拾 到了58分鐘 比林涵禁區線附近用個後爭一頂 在禁區左側的跡頓身組 把球改變角度後兜射入門 由於積頓身組月位在先 這個入球是無效的 去到79分鐘 帕倫卡門救球時出現失誤 上前搶球的阿簡治就被帕倫卡撲倒在地 球證就吹罰12馬 馬高雷斯主罰12馬 但被帕倫卡側身撲出 隨後他的反應很快 馬高雷斯補射把球射入 多蒙特以2比1領先 之後雙方都沒有入球了 比賽結束 多蒙特作客2比1擊敗 雲達不來回 你聽著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下次再見 M直播在手隨時看球賽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